來 世界上沒有磁單集 但是有電單集 就是這玩意兒只有鎮電或者只有負電 回答只有鎮電就知道誰只有負電 回答誰只有負電就知道誰有鎮電 你請你回答 挑一個回答我 你挑一個回答我 看你要回答我誰只有鎮電 或挑回答我誰只有負電 因為知道A就知道B了 誰 正線拍拍就是眼拍拍 哈哈哈哈 這是神奇寶寶 神奇寶寶 神奇寶寶 來 我們找 你要找一位大帥哥的是嗎 一位大帥哥 三二 不會 你要挑誰只有鎮電或誰只有鎮電 給我跟我講 你要講誰只有鎮電 你要講誰只有鎮電 誰只有鎮電 誰只有鎮電 不知 或誰只有鎮電也可以 也是不知 請坐 只有鎮電 只有鎮電 他又嚇到誰 電子 電子 這會跟某些事有關 不過我們國中沒有家 反正就知道記得結果就好了 就是 世界上沒有磁單級 我後面要用到他 但是有電單級 只有鎮電或只有鎮電 但是沒有只有N級 或者只有S級的這種 這就是要你要了解的事情 OK 我們現在來做題目 第一個就是前面交的指南語 這個有個縫一針 可以在水上 所以他可以自由擺動 請問他靜止之後指向哪一方 這個就是前面講的那個指南語的東西 這個前面交那個指南語 前面講那個指南語 答案是誰呢 16號 多少 B 請坐 答案是選B 指向南北方 這個因為我們前面交過了 指針如果在可以自由轉動靜止的時候 指向南北方 他放在水上 所以自由轉動 所以他最後會指向南北方 所以我們答案會選的是B 答案是B 答案是B 就是B 下一個就是要考10級 下一個是要考10級 就是誰的地方的實力會最強 什麼地方的實力會最強 所以答案應該是選的是哪一個 B C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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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11 你要選誰 C 你要選C C 沒錯 這個就是要考10級 考10級 考10級 好 10級的磁力最強會吸最多的鐵線 然後呢 我們交的就是兩端叫10級 中間叫中性區沒有磁性 所以呢 我們要選擇是C 選擇是C 選擇是C 好 最後一個就是考 所謂的磁單級 這世界上沒有磁單級 不管怎麼切怎麼破碎 一定每個小吃點都會有兩級 都會有兩級 所以呢他問我說 哪一個是錯的 換誰啊 換抽到 6號 豬 請坐 剛剛跟你講過了 沒有磁單級 所有的磁鐵都有兩級 N級跟S級 不管怎麼切怎麼破碎 小塊的小磁鐵 也是N級跟S級 那豬呢 就只有單級是錯的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豬 就是剛剛各位複習 我們前面教過的磁級啊 沒有磁單級啊 執政會指向南北方啊 做一個簡單的複習說明而已 很簡單 OK